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直击 我是曾珍 我们很高兴请来了药材证券事务总监郭思智 郭老师为大家来分析今天大盘的走势 郭老师您好 你好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截至到目前为止A股和港股的情况 那A股已经是收盘了上证指数报的是4398.49点上涨了104点 而生成指报的是14749点上涨了310点 而在港股方面截至到目前为止 恒生指数报的是27957点上涨了107点 国企指数报的是14704点上涨了172点 那其实呢最近的股市呢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也是大起大落的 那在这个本周首个交易日的时候呢 是超过了200点的回落之后呢 港股啊 昨天就是在4月21号的时候也是迅速反弹了 那不仅是打破了电视剧大时代啊 重播引发的钉屑效应 那恒指今天呢更是低开高走 盘中更升穿了4月13日 28,031点的高位阻力高进了28,048点 创自2007年以来12月以来的高位啊 那郭老师啊您觉得这个恒指呢 还是会继续向上走的一个趋势吗 我们先看看那个大市的大市 那个上升的部分到底是怎么样 在月初的时间 股市当其实还是比较低迷 恒生指数曾经见过24926点 到最后了 那个走势就轻轻地往上走 后来了在那个假期回来之后 那成交金也有2500个亿 2915个亿就等于说 那个日子的资金推返之间 大幅度增加 变成股市就一直往下推 最高见过28,032点 就等于说 恒生指数在这个4月份 单单是六个交易天之内已经上升了3106点了 当然高台有一点点的消化 这个很正常 到后一个阶段就 指数就下调到26960点 这等于说 经过3106点的上升 恒生指数回调了大概1072点 这个很正常的 大概三分之一 问题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从26960点回升 我们看到 整个大使的成交金也 已经没有2500啊 2600啊 2700啊 2881 还再没有看到这个动力 反而就是指数的确是 创了一个技术上的新高 今天曾经见过28,048点 可是成交金也就是呢 一直保持在2100以下 不过当然啦 相对以前的700个一 800个一 600个一来说 现在是很多了 可是人是这样子 当我看过2400 2500多一 2600 2700多一的话 我就感觉到现在 1800 1700 1600的成交金也 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不要忘记哦 低位的时候 大使又是成交金也相对来说比较低 问题还不大 可是现在股价已经高升了 像香港造育所以前是170块钱 现在是290块钱 腾讯以前是130块钱 现在是160多块钱 还有91的中移动 以前是90块钱左右水平 现在是110多块钱 这等于说股价很多已经上升了30-50% 在一个高台 要是维持在指数 在不断的往向推的话 资金日式的态度一定是会越来越高涨才对的 对不对 要是在指数再创一个新高的时候 反而是资金日式态度比较保守的 只能说明大家感到好像比较高了一点点 当然是有一部分去买 可是还是有一部分态度是比较保守 说明整个股市的确是有条件 在进一步往向推 因为只要中移动 只要腾性 只要主要的难筹 包括中人寿、平保跟中国银行、建策银行、工商银行 还有城河这些主要的难筹 在进一步轻轻做好 已经可以拉动那个恒生死兽 进一步上破2万8千点了 可是其他大部分的股票恐怕还是在赔为不前的 当然这两天我们看到 像昨天恒生死兽占了700多点 可是有没有留意到像北切 像南切的股价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吐 就等于说整个股市要是你单单看那个恒生指数的话 不敢说 真的有机会破那个顶而上的 可是要是说现在指数在高台在进一步往向推的话 要是你要日式要买货 没有买一些恒生指数相关的股份的话 恐怕还是在高台有一点点困难 就是不容易赚钱 因为指数往上走是靠恒生指数成分比较重的 难筹去拉动的 可是其他的股份大部分还是 陪围在一个比较窄的幅度里面 像今天我们看到上升指数最高见过4,48点 就等于说又再出现2%以上的上升 可是一种H股一种中枝股就是好事还是在等待变化一样的 所以看股份我们要看整体要看成交经验能不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壮比较晃的那个情况 要是看那个指数的话不要看多 要是看指数的话不要看多 要是看指数的话不要看多 要是在过去一个月甚至比较多的股份 其实已经进入一个深厚的正常的调整之中 像北切跟南切就是了 还有其他的股份像中人寿大家不觉得吗 那个上升指数降到4,48点 可是中人寿股价早一个阶段已经降过41块钱了 现在还是在40块钱以下进行一个整过 毕竟一个多两个月以前才不过21块钱 现在已经上升了一倍了 上了一倍股份要稍微消化一下根本很正常的 对指数博士有一点点的保守 这等于说现在留意着10天平均移动线 今天来说已经上升了差不多27600点 相对限制来说只有距离大概300点 等于说要是恒生指数在未来一段时间 真的不幸有机会跌圈了10天平均移动线 而跳过两天的话大家就要小心 整个股市又未在进一步进入一个深厚的反复整股之中 当然目前这个调整的低位在26960点 不跌圈这个水平的话问题不大 可是总的来说大手冒进去就有一定的风险 这个大家有明白 那刚才郭老师也是有提到了一些政策上面的因素 也会影响到股市的走势啊 比如说南北车最近也是跌了很多 那近日呢国家发改委也是召开全国电力体制改革工作电话会议 也是对这一次的这段时间的电力改革啊 还有运行啊能源供应等方面的都是做了进一步的部署 那因为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啊 那今天的电改概念股呢也是瞬间的飙升了 那您是怎么看电力股的走势呢 其实电力股过去一段时间都是比较保守的股份 当然在股市往上去的时候 他们一般来说走势是比较慢一点点的 可是在股市比较反复而不明的时候 反而就是成为资金的避难所 可是现在看起来像直接电力股价902华人国电 今天来说已经上升了十多个百分 现在只有政策投放在哪一个板块 哪一个板块就会有资金去追捧 这个跟基本因素我想没有太大的关系 主要就是市场的资金 等待日时的资金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现在我们看到内地的股市一直是看着政策而行的 就是说政策投放在哪个板块 资金就追捧哪个板块 像上个星期五 当然大家担心美国下调了280点 外围的情况也比较紧张 大家担心A股跟香港股市在未来一段时间 恐怕还会进一步往下调整 其实这个很正常的 可是星期天之间人民银行下调那个银行准备金 就把整个市场的那个心态掉转过来了 今早我们看到A股稍微冒生一点点 还会进一步往下去 最后高见4,48点 就等于说资金日时的态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最重要就是只要政策投放在哪一个板块 哪一个板块就会有资金加进去追捧的 当然这个上升跟基本因素我想还没有太大的关系 主要还是受到一些政策 受到一些资金追捧 简单一点说了 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投机的成分 所以要是找一个阶段买下来的 我们定下纸状位置再往香港问题不大 可是一直没有买的 现在正在投放了 我们去买下去的 就要留意一个事情 像902 它一个月的地位才8块半 8块6左右水平 到现在的高位在短短一个月之内 已经上升了差不多40%了 你找不买玩不买 偏偏在最高的时候才冒进去的话 就要承担回头的风险 当然政策要是投放的话 我想未来一段时间还是会起初往上走的 不过当中存在的技术上的风险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了 好谢谢郭老师 我们做出以上的分析 请问刚才提到的相关股份以及资产 您自己有没有持有呢 是没有的 好谢谢郭老师 也谢谢各位股民朋友 观看这一集的股市直击 请留意其他精彩